好 有些同學好久不見了 為什麼 我覺得好像看到好幾個同學都很熟悉 好 那我們這個 學習的這堂課呢 是跟大家分享幾乎 然後我跟大家先報告一下 就是這學期呢 你會發現有些同學是 拿舊課本之前有上過的 那你可能 新課本有蠻多的 變動 那我要解釋為什麼這一次新課本 做了很大篇幅的變動 而且變厚了 首先呢 可能過去同學對於幾乎有些時候 會有些誤解說阿滴個貝多芬 可是你會發現 那個像我念到博士班 我始終覺得腦容量 不夠就是你要貝的東西太多 尤其在國考你要準備 考試的時候有些東西非貝 不可但是呢 除了那些非貝不可的東西 我都會建議你你要理解 之後你自然就會記住了 你不用刻意去背他 因為你背就會忘記 而且會背錯 所以在這一次的講義裡面 我們把有一些很容易搞混的 比如說 怎麼這邊的溫度那邊的溫度 一堆地方的溫度都不一樣 我們今天就會來講說不同的溫度 你怎麼樣去擺在一起之後 你就比較容易去記住它 那管路有的粗有的細 數字幾號 所以在這一次的講義裡面 我都把它全部放在講義裡面 帶著大家來看 希望大家整理的時候 你就不用自己在那邊翻來翻去整理了 我們就幫你做整理好 那此外呢以前同學都會講說 哎呀幾乎好像自己看 好像也都會 其實呢 我常常跟同學們分享 如果你平常做模擬考 你要把握幾乎加行政呢 80分 那你就可以放手這兩個部分了 為什麼我通常發現 在過去考古題裡面 如果幾乎跟行政你掌握得好 你大概可以拿到80分 那你是多的20分 你就可以去補其他科 可是呢 如果你還沒有辦法掌握到80分 我還蠻鼓勵大家 一定要把時間 把幾乎跟護行掌握好 因為他的CP值很高 他的範圍相對來說 沒有那麼的那個 住海邊一樣管很多 他會考的題目 大致上其實都還算蠻容易掌握的 那除了說幾乎本身會考的之外 今年的在講義裡面 跟上課裡面 會改變一件比較大的事情 是我要幫大家去 去拉你的基礎基因 還有一些要理的概念 還有你的內外戶 那希望說大家其實 雖然幾乎對你來說 挑戰沒有那麼 就是沒有那麼難 可是呢 我們從這邊先著手 順便講到的時候呢 讓你對於 到底其他的基礎醫學 還有你的內外戶 跟我們的這個幾乎 怎麼樣去連結在一起 希望說你把這一顆掌握好 你其他顆自然分數也都會拉起來 所以這個是 在這個學習上課 跟以前上課 有蠻大不一樣的地方 會跟大家做報告 好 所以呢 其實這幾年的考題的趨勢 你會發現 國考跟二技其實不太一樣 那二技還有一些比較細的 一些要很就是靠記憶的題目 但是國考純靠記憶的題目 越來越少 它有越來越多 那個考官在出題的時候 會希望大家能夠想一想 能夠去做運用 所以我們在這個學期 我們也會直接來看說 考題什麼叫做運用 其實在思考跟運用的時候 它有一些大的方向 可以幫助同學比較容易 去掌握這些題目 還有呢就是在課程裡面 通常會跟大家一起 有一些關鍵字來圈一下 原因是 因為補習班呢 其實就是要幫助大家 用更容易掌控的方式去掌握 不管你要考二技 還是你要考國考 那考試其實 在大型考試 會跟你平常在學校考試 還蠻不一樣的 因為尤其是國考 它只會出選擇題對不對 但你平常學校老師會說 給你出天空題啊 簡答題啊 所以你就必須要記很清楚 知道怎麼把它寫出來 可是國考的時候你要記錄 因為它是選擇題 所以有很多的解題技巧 可以幫到你 也就是說 你有可能 其實真的忘記那個答案是什麼了 可是你靠著邏輯刪去法 還有去讀題目 我們這一個學期也會陸續跟大家講 有一些題目是老師自己出不好 但是你就會知道 它哪一個是正確的選項 或者是錯誤的選項 那希望這些都可以幫助到大家 可以更輕鬆的這個掌握 好 那我們先從第五頁開始喔 對不起 在第五頁之前呢 我還要跟大家報告一下第三頁 第三頁呢 其實是把歷屆考題 尤其是國考為主 它的初題排行榜 稍微呢 去幫大家抓一下這個排行榜 那我每次都要跟同學分享的就是 請大家千萬不要從第一頁咬著牙 開始背到最後一頁 你這樣子呢 你有再多的時間 再聰明的腦袋瓜 你可能都掌握不好 國考這件事情 那你會發現說 我們的排行榜第一名是誰 好可怕 是最後一章解是第一名 也就是說 你的給要跟輸易 為什麼我放在最後是 可能離大家的考試會 最記憶猶新 那我們的第一章 其實比較像是暖身 你的概念正確了 基本上它的題目 每一年都會考一部分的題目 但是也不會太多 可是呢 你還是必須掌握它 因為它出來呢 就是送分題 所以我們在接下來的部分呢 跟大家上課的時候 也會告訴大家 哪一個部分是國考特別愛考 你一定要會的 哪一部分呢 是二季比較常考的 讓大家方便 大家在準備上面呢 比較好掌握 好那我們開始從第五頁喔 第五頁一開始呢 談的是一些健康的概念 所以呢我們一開始在談 WHO的時候 這邊呢 就幫大家稍微小小的整理喔 你會發現在大家講義上面 有WHO是什麼 身 心 社對不對 WHO在1948年很早很早 你們都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他談的是身 心 社 那他跟誰一樣 跟南丁格爾一樣 南丁格爾也提出來的是身 心 社 這三件事 好 那跟誰不一樣呢 你會發現現在啊 如果你要寫個案報告 或者是你在醫院聽到 有一種叫全人照顧 全人照顧就講的是什麼 身心 社靈 所以有一些學校就會開靈性照護 有一些是 比如說像安寧寮戶啦 他特別喜歡談這個 spiritual care 靈性照護 那靈性照顧這一件事呢 他其實是比較新的 比較後來才發展出來的一個領域 也比較抽象 所以比如說 你以後要去念碩博士的時候 你會發現 因為靈性照顧的議題 比較少人去談 因為他是比較新的東西 然後呢 難度也稍微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現在這個新的 那南丁格爾當然是舊的人 對不對 導致我覺得也是很舊的 所以呢 舊的時代的論點 就還沒有這個靈性的部分 好 那你還會有一個跟他很像的是誰呢 是我們在講理論學家的時候 有一個人叫做鄧恩 他提出來的是身心精神 那有些時候考試大家會覺得 這個生跟這個生好像 感覺上還蠻容易混淆的 其實這兩個在我們食物上面 在學理上面 都不會特別把它做區分 你看到這個生這個生也都還OK 他就是指的身體的部分 生理的部分 那鄧恩呢 因為他是一個精神科的學者 精神科的護理人員 所以呢 他談的整個這個理論呢 你就會發現他談身心跟精神 因為他精神科嘛 所以他特別談精神 所以這幾個 你就會發現如果他出題的時候 他比較容易幫你擺在一起 讓你混淆 可是其實還蠻容易去 你大概看過就稍微有印象就可以了 因為理論的東西在很早期 也就是十幾年前的考題呢 曾經很愛考 但是現在喔 考理論還蠻low的 如果你要念碩博士班 你一定會被逼著念 中文跟英文的護理理論 但是除了碩博士班之外 通常大學我們現在也都不太會跟大家講太多理論的部分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